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原生讲 今天我是星星 今天又是大家的点播片 首先要先谢谢大家 最近的影片收视还不错 我就可以稍微放心做一些相对比较冷门的人物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频道还可以的话 请一定要订阅 按赞 并且分享给你也有兴趣的朋友 让影片的流量可以更稳定 我就能早日实现人物自由 做更多大家想要看的人物啦 今天要说的这位也是大家敲碗已久 我个人觉得她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位相当特别的女性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 因为封建社会重男轻女 可以被流传下来的女性人物故事并不多 大多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战场或是政坛上大展常才的女子 比方说我们说过的秦宣太后米八子 汉朝开国皇后吕后 当然还有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等等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人物之所以特别 也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执政或者是摄政过 却依然芳明远过 她协助草莽出身的皇帝丈夫 拼手知足打天下 成为皇后后她规劝丈夫要爱惜人才 善待百姓 就连丈夫的后宫嫔妃也都对她敬爱有加 在她病状时为了不使太医 无法治愈她而遭到责罚 她甚至拒绝治疗 是一位真正母仪天下的皇后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明朝开国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 孝慈高皇后马氏 正是进入今天故事前我想要先说一下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关于女子的记录本来就不太多 马皇后虽然贵为明朝的开国皇后 但是她生于元末社会动荡时期 又在明朝开国15年就逝世了 所以正史对她的记载相当的有限 后世流传关于马皇后的故事大多都是来自民间 今天我就会以比较普遍被认可是马皇后的生平来述说 但真实性就不可考了 大家就当作故事听听好了 好那我们正式开始吧 马皇后本名不祥 民间多称为马秀英 但因为正史里面没有记载她的名字 我们就还是用马氏来说好了 马氏呢 昔元1332年7月18日 元朝文宗至孙3年6月25日 出生在归德府宿州 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州 据说呢 他们家族是宿州地方上的大户人家 但是传到他父亲这代 家里的环境已经没有从前好 再加上了他父亲乐善好施 经常救激他人 家里也就越来越没有钱 而马氏的母亲正式 在生下女儿不久后就病逝了 父亲马公呢 就亲自教导女儿 马氏呢 也很聪明 不仅能师绘画 对于史籍更有兴趣 所以虽然家里环境不太好 马氏还是受到了不错的教育 不过呢 好景不长 马氏大概六七岁时 这时呢 正处于我们先前说过的 元朝其皇后的丈夫 元顺帝主政时期 白连教呢 起世 马公因此杀了人要逃离家乡避祸 他就将呢 小马氏托付给他的至亲好友 同样呢 是地方乡生的郭子星 马公呢 后来死于异乡 郭子星就收养了孤苦无依的 马氏为异女 不过呢 虽然正史上是这样记载 但也有史学家认为 这可能是马氏后来成为了大名皇后 为了美化他的出生所书写的 他很有可能呢 不是郭子星收养的异女 而是父母双王后被郭家买下的婢女 但因为马氏聪明伶俐 从小又是在郭家长大 是相当受到郭家信任的加弊 所以呢 无论马氏的出生是养女还是婢女 应该呢 都是由郭子星的测试 小张夫人带着长大 也在郭家受到了不错的教育 可以说呢 是琴棋书画样样都通 而从宋朝末年开始 汉族的上等女子家庭 就有残足的风气 马氏后来在民间被称作大脚皇后 所以普遍认为她应该没有残足 容易说呢 是因为她家贫需要干活 所以没有残足 这可能呢 也可以佐证 她是婢女的这个说法 而另一说则是因为她母亲早逝 父亲过于宠爱她 就没有让她残足 不过呢 大脚皇后也是来自民间的传说 正史并没有记载 而民间的传说是这样来的 据说呢 马氏在当上皇后后 还是对自己的大脚有点在意 她就都将了脚藏在长长的裙子里 但有次呢 马皇后在南京城 乘教出巡时 一阵大风意外的把她的裙子吹起 她那时候没有残足的大脚 就露了出来 大脚皇后的外号也在民间不进而走 我们现在常说的露出马脚 也有一说呢 就是由来于此 总之呢 无论有没有残足 父母双王的马氏呢 就在郭子星的家中一待十多年 长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但此时期的元朝呢 天灾人祸不断 黄河呢 因为长久失修周瑜溃堤泛滥 水灾汉灾瘟疫等等接连爆发 百姓名不了身 长期以来呢 就被元朝蒙古人压迫的汉人更是不满 终于呢 在元智镇十一年 西元一三五一年 在今天安徽一带爆发了 红金军起义 隔年呢 同样是安徽人的郭子星 起兵响应 并且自称为元帅 同年的二月二十七日 郭子星攻下了今天安徽凤阳 当时的豪州 而就是在此时 与黄爵寺剃度修行多年的豪州人朱崇八 沿见的时局纷乱 便在好友的鼓励下还俗 投靠了红金军元帅郭子星 朱崇八呢 骁勇善战 而且吃苦耐劳 再加上他相貌异于常人 很快呢 就收到郭子星的赏赐 那他加入起义军 才短短一个月 就被任命为清兵九夫长 就是呢 郭子星禁卫军队长的意思 而虽然呢 已经成为了小小军官 朱崇八依然身先士卒 不顾己身安慰的保护郭子星 郭子星呢 也因此对他越来越信任 朱崇八呢 就从一个小小的侍卫长 成为了郭子星的亲戚 郭子星呢 还因此将养女马氏 许配给了朱崇八 成为元帅的女婿后 朱崇八在军中被称为朱公子 郭子星呢 还将因为排名 被随意取名朱崇八的名字 改为了朱元璋 这年呢 朱元璋25岁 妻子马氏比他小4岁 大概21岁 而这两位就是我们熟知的 明朝开国皇帝皇后 马氏呢 很聪明又读了不少书 很快就成为朱元璋的最佳辅作 他还呢 教导朱元璋试字读书 在朱元璋南征北桃时呢 往来的书信文件 就是由马氏亲自处理 而且从未出错 善战的朱元璋 在个性成文又聪慧的妻子协助下 一样成为了郭子星的主力军 这当然呢 让郭子星的儿子们十分的忌惮 他们便以朱元璋有意谋反 来挑拨郭子星与朱元璋的关系 郭子星的个性 本来就暴躁而且多疑 在听了儿子们的谗言后 对朱元璋的信任也开始动摇 他甚至呢随便找了个借口 把朱元璋关了起来 还不准他吃饭 朱元璋的妻子马氏知道后呢 便自己饿着肚子 将吹饼藏在怀中 偷偷送去给朱元璋 一次下来 马氏的胸口都被烫伤了 但马氏不以为意 还连忙呢 将他所有的珠宝首饰 都送去给了郭子星的 郑氏大张夫人 以及侧氏小张夫人 希望呢 他们能在郭子星面前 帮丈夫美言几句 而郑章呢 果然让朱元璋宠获自由 这里呢 大概也可以说明 无论马氏是作为 郭家的养女还是婢女 都深深受到郭家的信任 所以即便朱元璋被关 马氏却没有被连累 也得以呢 为丈夫找到出路 优史学家因此认为 多疑的郭子星 将马氏嫁给朱元璋 也许呢 不单单是因为赏识朱元璋 也是呢 郭子星看出了朱元璋的才干 想要藉由联姻与朱元璋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以免呢 朱元璋为他人所用 在这件事后呢 朱元璋在外征战所得到的金益财宝 马氏也都送去给郭子星的大小张夫人 渐渐的朱元璋重拾了郭子星的信任 在朱元璋投入郭子星帐下的三年后 元顺帝治政15年 53岁的郭子星病逝 他的儿子郭天旭成为元帅 朱元璋则为副元帅 但是先前呢 被朱元璋所灭 归降的元朝民兵元帅 陈也先叛变 杀了郭天旭 于是呢 副元帅朱元璋正式成为了元帅 接管郭子星的所有军队 也有一说呢 这其实都是朱元璋安排好的 在往后朱元璋十多年的征战中 马氏成为丈夫最有力的后方 在自立为吾王的朱元璋 与自立为汉王的陈友亮 一征天下霸主之际 马氏呢 率领将士们的妻妾 亲自为士兵们封衣纳携 为前线提供补给 当陈友亮的军队围困朱元璋应天府 也就是今天南京一带时 城中的官员百姓乱成一团 准备要逃难 马氏呢 亲自出面安抚 还拿出了自己的钱财珠宝 分给将士们 以稳定军心 在《明书艺文皇太子记》里面 还记载了 有次呢 朱元璋和陈友亮军队 作战时受到了重伤 还遭到对方军队的追击 马氏二话不说 背齐了丈夫逃跑 还救了朱元璋一命 他不仅呢 在实际作为上辅佐朱元璋 饱读诗书的他 也是朱元璋最好的见识 他时常引经据典的告诫朱元璋 定天下在得人心 虽然说呢 用兵难免会杀人 但不能滥杀 要广纳贤人才能得人心 终于呢 在朱元璋投靠郭子星的16年后 西元1368年 元治正28年的正月 他在应天府登基 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并且随即呢 徽兵北上 同年8月 明君攻克了元大都 元朝覆灭 城外皇帝的朱元璋 不仅没有抛弃遭康妻 还十分感念妻子的功劳 在他登基为皇帝的同一天 就册封了正亲 马氏为皇后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马皇后 而且呢 朱元璋升知 妻子因为父母早逝时常感到难过 在他成为皇帝的隔年 洪武二年 就追封马皇后的身父 马公为徐王 生母正式为徐王夫人 并且呢 还要寻找马皇后的族人进行封赏 但却被马皇后言辞拒绝 她说呢 这不合乎法律 这也给了明朝后代立下的典范 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几乎都出现的外戚干政 在明朝却完全没有发生 朱元璋呢 因此常对大臣们称赞马皇后 说她呢 有如以贤德瑞智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掌孙皇后一样 但马皇后听闻丈夫如此赞美自己 不仅没有喜悦 反而呢 以此劝诫朱元璋 马皇后说呢 我不配与长孙皇后相比 但希望陛下能以姚舜为典范 还说呢 你没忘记赵康熙也千万不能忘记 与你共患难打天下的臣民们 马皇后大概很了解丈夫多疑又易怒的个性 时时刻刻提醒朱元璋要习才爱民 在马皇后的劝诫下 许多大臣逃过了被诛杀的命运 昂53年大明开国功臣中书省丞相胡为雍 因为结党营私善权专断被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朱三族 与胡为雍有关的官员们也都受到连坐法被处死 其中呢就包含了宋连的次子宋岁和长孙宋盛 宋连呢可是明朝开国的文臣之首 汉林学士还曾任太子朱标的老师 但朱元璋也没打算要放过他 马皇后知道后急忙的说天子之家更应当尊师重道 不过呢朱元璋不听劝执意要杀了宋连 而朱元璋呢即便成为皇帝呢 他的衣食住行都还是由马皇后亲自打理 这天吃饭时呢马皇后只准备了素菜 朱元璋便问道为何如此 马皇后说呢我在为宋先生祈福 于是呢明太子朱元璋只好免了宋连一死 将他流放到茂川 今天四川北川汶川一带 马皇后不仅仅只为大臣们说话 就连地位比较地下的宫女甚至是罪犯 马皇后也都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 当宫女犯错时呢 马皇后力劝朱元璋不可于圣怒时处置 应当交付公正司来审判 当朱元璋呢要让重刑犯去修竹城墙时 马皇后也劝道 这样呢等于是让原本就已经很疲累的囚犯去送死 朱元璋呢也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马皇后呢还例行言以律己宽以待人 即便呢他贵为皇后 马皇后仍是和在民间一样不衣粗食 衣服呢破了又补补了再穿 他还亲自织衣给孤苦的老人 而剩下那些料子比较差的布料 就赏给出身良好的公主和王妃们 让他们也能体察民间疾苦 据说呢就连朱元璋的袜子也都是由马皇后亲自缝制 不假他人之手从不奢侈浪费 在朱元璋攻破元大都市呢搜刮了许多珍宝 朱元璋呢就要赏给和他共患难的妻子 但是马皇后说呢 元朝就是因为这些宝物而亡的 比起金银财宝 陛下更应该要重视闲事才能共理天下 也就是因为呢 马皇后懂得闲财对国家的重要性 当上皇后后呢自己粗茶淡饭 带给官员们备的餐食却从不吝啬 就连国子兼太学生的家眷们 马皇后也都照顾到了 据说呢马皇后得知太学生有俸禄 但前来陪读的亲小们却没有 马皇后就建议明太祖设立数十个红仓 用来供养学生们的家眷 让学生可以无后顾之忧 这也开启了明朝发放粮食给太学生家眷们的惯例 虽然说呢明太祖对他的正宫皇后马是尽之爱之 但是后宫嫔妃呢人是不少 不过马皇后母仪天下细心照顾每位妃嫔 并将皇子们都视如己出 所以后宫上下对皇后也是相当的敬重 马皇后当上皇后呢 依然让女官们教导她学问 在得知宋朝的皇后十分贤惠后 她还特别命女使将宋代皇后贤熟之处抄下 以便随时查阅 有女使提醒她 宋朝的皇后太过仁厚了 马皇后不急不许的回到 过于仁厚总比刻薄的好 我们都知道呢 在论世起家的朱元璋 个性很多疑 毕生呢都在强化皇权 但显然马皇后很清楚该如何和丈夫应对 有天呢马皇后问明太祖 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安乐了吗 朱元璋回到这不是你该问的 意思就是呢你不该干政 但马皇后又说了 你是天下人的父亲 我是天下人的母亲 难道我不能问问我的孩子们过得如何吗 也正是因为如此 明太祖在贤德的马皇后协助下 慢慢的将天下从原末乱世的民不聊生 回到正轨恢复生产 人口也渐渐的增长 关于呢马皇后的贤德 民间还有流传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呢朱元璋在攻占应天府后呢 命人将支持他的人家门上贴上符字做记号 没贴的人家就代表暗通元朝要处以急刑 马皇后得知后呢 急忙命全城的百姓都在门上贴符字 但有一户人家因为不是字将符字给贴倒了 朱元璋得知呢 他的记号被弄混后恼羞成怒 只好呢下令将符字贴反的那户人家满门抄转 马皇后呢便赶紧向丈夫解释道 就是因为呢那家人认为宁道应天府就是符到了 还特意把符字给贴倒 朱元璋能因此转怒为喜没有滥杀百姓 而符字道贴也流传至今 虽然呢这个故事的真假无从考据 但民间把这样的佳话与马皇后连结 也足以证明马皇后的贤德是深入民心的 在明朝建立的15年后 红武15年农历8月 马皇后病重 朱元璋联盟召来了太医为皇后医治 但马皇后却说呢 医生是治病 没有办法医治将死之人 而且呢如果我服药不见效 太医们恐怕又要被您责罚 于是呢马皇后拒绝治疗 在临终前呢 马皇后依然关心着天下百姓 她留下的遗言是 愿明太祖求得贤德之人 听取谏言让百姓有所依靠 同年8月16日 西元1382年9月23日 马皇后病逝 享年50岁 一代霸王朱元璋悲痛欲绝 嚎啕大哭 明时演义里还提到 在马皇后葬礼的当天 下了滂沱大雨 眼看呢就要错过安葬的时辰 朱元璋非常的愤怒 还迁怒于看时辰的风水先生 此时呢高僧宗乐连忙说道 这是因为呢连老天都为马皇后 适事留下悲伤的泪水 才让朱元璋喜怒 失去了片手之族又万般信任妻子的明太祖 此生未在立后 但在马皇后去世后 也再无人能劝说朱元璋 他开始对开国功臣赶尽杀绝 马皇后从朱元璋刚投靠起义军就跟随他 并且一路辅佐他到登上大魏再到治国 朱元璋呢相当多疑 但唯独对马氏十分的信任 也多次采纳马皇后的建言 说马皇后是朱元璋的白月光 一点也不为过 但这位白月光究竟有没有为朱元璋生下儿子呢 一直以来都有各种的说法 在证实里面记载 明太祖的前五个儿子 包含了太子朱镖 秦王朱爽 晋王朱刚 燕王朱弟 和周王朱素 以及呢两个女儿宁国和安庆公主 都是出自马皇后 但在野史以及民间传说中 这五位皇子的生母却是另有其人 而因为呢 这五人的出生年份过境 当时又处于原末战乱时期 再加上古代的医疗卫生条件都不好 马皇后要在乱世中平安诞下五子 且无人夭折 确实也是非常的有难度 所以也有历史学家认为 马皇后也许从未生子 皇子们呢 不过是由嫡母收养的 但无论马皇后有没有担下皇子 他都是毋庸置疑的一代显后 在他过世后呢 曾经受他照顾的工人们 非常感念马皇后 做了一首颂歌来纪念他 我后圣词 画行家邦 扶我欲我 怀得难忘 明朝邪后 明太祖朱元璋正七 马皇后的故事 就要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